所以剛剛新元旭比的動作就是最後這個球 他的感覺已經飄上來了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投手 你第一次跟他對戰所呈現出來的右打者 打木田喝酒的球呢 形成飛球的比例就會很高 你看看左打者戴裴鋒有沒有比較好的機會 第一個球拿到了好球數 我們的出手位置很低啊 進來點也很低啊 突然之間的速度只有91公里 這個很像武器的展示 深卡滑球剛剛的曲球 這球打得很強勁的是一個安打 這個安打球會落在角落 通過一壘之後戴裴鋒繼續往二壘去 外野手領輸一回船已經是來不及了 二壘安打 所以這個左打者 打木田這種從地心出擊的投手 還是比較機會好一點 這個速球進到一個好球的位置 左打者看木田喝酒的出手也看得很清楚 打招了口氣 他打招了這場比賽 還是左打的王思聰 看起來帶裴鋒也讓木田喝酒 留下印象 喔 嗯 好球進來 這球打得很扎實 打得很扎實 會在角落的強角下 回來得分的是戴白鋒 而且通過二壘之後繼續的往三壘去 沒有問題 衝三壘還不用滑壘 打得多深遠的一支三壘安打 王思聰打得深遠之外 他腳程也夠快 來到三壘沒有滑壘 連續兩棒的左打都擋出長打 那穆天和久還要繼續的面對左打 還是王政堂上來打擊 兩支長打都是速球 林書一開始手的野位置也稍微比較淺 因為是兩出局的擊球 所以戴白鋒是直接悶著頭就跑 很清楚這個球打的位置很刁鑽 直接衝三壘而且不需要靠滑壘 順利來的第一支三壘安打出現 打擊的是王政堂 打擊的是王政堂 一號球一壞球 很明顯在掉分之後進了一點就投得比較外側 孟天和久的獨特的這個投球的姿勢呢 也讓他在2013年曾經是入選了經典賽的日本代表隊 經典賽 日本某種程度上對阿丁美多的選手 可能會有一定的有效性在那裡 這球打成了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這個反方向的飛球 詹子嫻的守備機會完成了接殺 結束了夫方在第七局的攻勢 攻下了一分 一比八 七分落後 說了嗎 要怎麼回 writes 其他一位 他叫你來的 就 說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